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过一个数据啊 就是中国实信执行人 这个公开信息查询网上 有证可查的这个实信执行人名单数据 已经掉了800多万了 不如说大家对这个800多万 有什么具体概念 成倍增长了三到四倍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数据已经很惊人很可怕了 对吗 那我只能跟大家讲 这个800多万 有可能是接下来我们这两多三年之内 最少的一个人数了 因为很坦然的讲 因为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前两天 那个中国最大的催修公司 永雄集团已经停业被整顿了 实际上这个事件 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它就预示着电催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转型的阶段 原来那种不合规的催修行为呢 肯定会被很多信任部门呢 加强力度的去监管 也就是说呢 很多这种三方催修公司呀 他们为了能够更加有秀的 把这个钱催上来 只能是走法素 那这种的 有些人就不敢去面对 不去积极处理啊 那就很有可能会面对 这种就是说 被强制执行 就下支付力 冻结银行卡或者微信了 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都已经没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冻结 为啥 因为债权平台银行 它也要自保啊 这个立场不一样 它这个需要想的 这个问题也不一样 因为它也要去接受 银建部门对他们的 很多这种 这个业绩绩效考核呀 所以没有办法 它需要大批量的 处理这些坏账 但是这些坏账 如果它不能尽 最大可能性的把它变现 那银行整个金融系统 就要崩塌 整个金融系统崩塌 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影响都是深远的 对不对 我们有钱的 也没有办法 不能放心的 把钱送到银行 甚至一些负债的呢 会越来越穷 那这种就是 银行这种机构 去贷到钱 到时候真的是 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危机 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呢 你如果有能力 要想避免 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你只能是去积极地去协商 但是如果你确实 没有能力还的话 你也要做好一个 最快的心理准备 就是随便它速呗 那我实在确实没有能力还 我必须要先保证我自己 但是心态上 不能让自己绝对的躺平 只要有能力 还是要积极去处理 去还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恶性循环 对不对 那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那我本来就没有钱了 你还要去给我下支付令 下支付令 动结了我的银行卡 还有这个微信 或者支付宝的话 那不更影响它的收入吗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没办法 你身边就是家里的亲人吧 有没有这个银行卡 或者微信 先供你先暂时用一下 或者说有些做生意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先给自己准备好 平时还不了 有可能会被冻结的 这种可能性 我们昨天和一个同业在交流嘛 今年可能十月份左右 就会陆陆续续的 很多患账都有爆掉 那个时候可能会 大面积的被发催 你像很多之前的这种网友 可能已经逾期了一年 或者说一年半了 都没有事 但突然呢 这段时间就给我们反馈 说一心结 我的微信被冻结了 这个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已经把那种负债 那种恐慌和那种焦虑 已经暂时放到一边 不去处理它 已经可以正常地融入生活了 但没有想到 突然一下子就被冻结了 他们大面积怀上 已经爆发了 他们现在在 紧急处理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么现象 是阻挡不了的 我们每一个负债人 在现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只能是足够提前的 一个心理准备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